为了持续精进和提升服务品质 花莲市清洁队举办了专业的训练课程 分别针对灾后倾倒树木修剪及环境复原 所需要使用到的各项机械设备来进行培训 希望帮助队员们可以熟练操作各项救灾机具 避免职场伤害同时还可以提升室友环境 花莲市清洁队举办专业教育训练 分别针对灾后倾倒树木修剪和环境复原时 所需要使用到的各项机械设备进行培训 市长卫家燕特别到场关心上课情形 希望透过教育训练帮助队员们掌握工作内容 熟练操作各项救灾机具 今天是我们清洁队的一个机具的教育训练 那主要是让我们队员 那除了原本他们就是有在熟悉的一个机具 那也希望说他们每一年都有几次的一个重复的一个训练 那以免他们会受伤 那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队员 曾经就是不管是割草啊 或是巨树啊等等排除万难的时候 有割到手 那在这边还是希望说 由专业的老师或是专业的训练员教他们 那避免他们再次的受到伤害 那刚刚也有跟他们说 那只要有割草的一个部分 请他们一定要委网 那以免去小石头去喷到车子 或是喷到人家的门啊 或甚至于说伤害到人 那这一点也有跟我们清洁队说 那在这边也要特别感谢我们队长跟分队长 还有我们所有同仁后 那在前两天的一个活场后 他们的一个整理真的是非常的辛苦 天气会那么炎热 那最后也祝福我们今天上课一切都会平安 那一切大家把我们所有训练都能够落实 那在我们不管是在台风天或是在整理路面的时候 都能一切平安 这一次教育训练是以比较常使用到的练具和割草机当作训练科目 由队中具有实务经验的队员担任教官 除了教导机具实际操作要领之外 也由保养厂厂长讲解机具保养方法及检疫的故障排除 另外清洁队也规划8月份要进行灾后环境整顿及淹水地区灾后环境消毒 进行了各项环境消毒器材的操作教育训练 这里会幻视报导